咱们在刚刚的时候 咱们说了一下是不是迭代器 迭代器就是可以用来减少那些空间 而且还能够知道将来怎么生成数据的方式 这就叫迭代器 那么将来咱们要说另外一个器 叫做生成器 简单说 生成器是一种特殊的迭代器 是不是也是迭代器 只是比较特殊而已了 那它特殊的什么程度呢 首先咱说第一种 怎么去创建一个生成器的第一种方式是 把原来的列表推导式 即列表双程式的中括号换成小括号 它就变了 咱们来看这 A 比方说Numbers Numbers等一个列表推导式 来咱们列表推导式怎么写了 怎么写了 For 什么什么什么 是吧 然后In 肯定是基本上就是Rings 然后接下来你付和In 之间写的变量叫什么 决例的 比方说你叫X 那么前面咱们是不是就写X 是吧 那么这里边还支持A 是不是写的 后边是不是写上A 都可以自己 还自己付我循环签号 都可以 那么我这个地方写上一个2 那这也是什么意思 我循环10次 每循环一次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会执行 这个执行的结果是谁 列表里边是不是就有谁 那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Numbers这个啥案 是不是024680 是不是这个哥们是不是都有了吧 好了 我得到的是一个列表 那么我只要把这个中括号给它换成小括号 对外的这个中括号换成小括号 那大家再看Numbers 这个返回的还是个列表 没错吧 而这个是不是已经变成了generator object 不管怎么说 请问是不是一个对象了呀 这就是生存器 这就是生存器 言外之一就是什么呢 你接下来可以通过for讯划了 for number in numbers 然后printer printer number 来他们要看一下 是不是没问题吧 请问我返回的是列表 和返回的是一个生存器 有什么区别 都能用放讯划 用什么区别 这个占用空间 而这个返回的是生存这个数据的方式 听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说这个节省空间 这个节省空间 好了 第一种方式 把列表推导式的中括号换成原括号 就可以了 小括号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呢 一般用的比较少 大家尽量了解一下 那么真正用的比较多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第二种 看着 第二种 创建生存器的第二种方式 是干件什么事呢 定义一个函数 没有任何问题 定义一个函数 把你的 这个是咱们刚刚写的 斐波那奇数列的 直接通过跌对器来实现了 咱们刚刚是不是已经通过跌对器实现了吧 那我想要通过创建 这个生存器的方式来做 那我会怎么做呢 很简单 最挑 我接下来我想定义一个函数 让这个函数变成生存器 这就是生存器的第二种方式 怎么做呢 唯独和函数有一点不一样 只要保证这个函数里边有L的 那么这样的函数就自动变成生存器 我打个比方 来咱们看着 看着啊 VM08 使用 使用生存器 完成 飞波 飞波那 那那那奇数列 好了 怎么做的呢 就听啊 看着让 我先定义一个函数 Diff 我先定义一个函数 我先定义一个函数 Diff 比方说 比方说叫做create createNumber 你这里边传一个值 比方说传一个词 传一个词 来传一个词 接下来我干净什么呢 A 等于 A等于零 然后B等于一 咱们刚刚是不是写过这个代码了吧 有没有简单写法 怎么写 对 A杜号B 一般情况下 我给大家说个规律 杜号的右边要加个空格 听懂了吧 杜号的右边要加个空格 分号的右边要加个空格 就例了 比方说我定一个字典的话 登登登登 往往这个地方 是不是写个冒号 是吧 一般在这个冒号的右边 也加个空格 你懂我意思了吗 但是我加不加有什么区别 不加与加 对你的程序引擎 一点影响都没有 但是你写上将来别人看一个代码的手机 很舒服 你懂我意思了吗 规范 这就是一种约定 咱们大家走路都靠右走 自己的垃圾 自己扔到垃圾桶里面去 请问这是不是规范 你不遵循 他也不遵循 那教授不定乘垃圾锥了吗 所以说遵循一个规范 这就是PB法规范 那么这种方式A度号B等于0度号1 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将来A等于0B等于1 好了 接下来这个干什么呢 比方说有一个比方说Current Current 至于你这个变量叫什么名 通常无所谓 好了 外要处 不能写外要处 外要Current 如果小于 这个地方不能写实 写实是不对的 比方说All Number 那么接下来我在这个位置 我就写上All Number 什么 只要小于它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咱就在循环 那么一定有个什么东西 Current 怎么create Current Current Number Current 那么Current Number 一定是不是最后 是不是一定是得加1了吧 那么这中间咱们干什么呢 来打个比方 我想把斐温纳契数列 直接打印出来 请问是不是打印A 打印A 然后接下来 A度号B等于B度号A 加B 没问题吧 同吧 我现在打印当前 第一个斐温纳契数的值 然后让它变 接下来我让这个值加1 如果下一次这个条件还满足 我就打印 可以吧 同吧 接下来在最下面掉函数 请问这是函数 没错 create掉函数啊 呃 传几呢 14打击 比方说咱们给它传上一个10 生成几个呢 10个 快点翻08 01111 这个值 可以的同吧 这个值是不是正确的吧 那么我就说了 这个哥们是不是经济把它打印出来了啊 知道的吗 那么如果我要想把它保存的话 那么说得更直白的讲 就我在前面第一个列表 我这个地方append 是不是那个列表里边 是不是就有了10个呀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这种时候呢 是一种办法 那么想要创建生成器的第二种方式 我怎么做呢 沿尾自己知道吗 如果我把这句话呀 换成一个列表的什么什么什么点append 那么将来我这个地方写上10 它往列表里边添10个 我写上1万是不是添了1万个呀 还是在空间 我怎么办呢 把这个print给它抹掉 生成器的第二种方式创建 把这个呢 给它抹掉 不要了 把这个值呢 换成L的A 换成L的A 那么接下来 别的都不管啊 别的都不变 你就把那个print给它改掉 换成这个L的A 那么将来只是在看程序运行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点结果怎么都没有呢 大家要注意了 如果一个函数里边没有L的 你甭管这个L的在这个函数里边哪个地方放的 只要没有 它就是函数 只要写上 你甭管是在if里边 for里边 well里边 你只要有L的 那么这就不是函数了 听懂了吗 这就是一个生成器的模板 你就认为就是个模板 那么当你接下来掉函数的这个位置 就变成了创建一个生成器 好了 这个地方简单写啊 如果一个函数中有L的语句 那么这个就不再是函数 而是一个生成器的模板 你就可以认为把它模板 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如果啊 就是如果在调用create下方下number的时候 发现这个函啊这个函数中有要的那么这个啊这个这个爱的前面啊有要的那么此时不是调用函数而是创建一个生成器对象能列个意思了吗 那么前面呢咱们找个东西来推出比方说啊这个叫做OBG 我只是简单说叫OBG 这就是那个生成器的那个变量 是吧 你想叫什么名叫叉叉也行 叫A型叫B也行 都行 你只要能够表达你的意思也行 好了 请问这个是不是叫做生成器了吧 它就是生成器了 那么请问生成器 我怎么去调它呢 刚刚我演示过生成器怎么去调它 咱们把列表推导式的那个中括号给它换成了小括号 前面是不是就变成了生成器啊 生成器怎么调啊 后循环啊就可以调它了 好了 for number in OBG 那么接下来print number 那这会导致什么呢 数据也出来 那怎么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怎么不出来我给大家讲一下就看了 如果一个函数里边在定义的时候 有year的 这个函数就不再叫函数了 叫做生成器的模板 你就把它等理解为和类的地位是一样的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和那个类 类不就是个模板吗 和那个模板一样的 那么当你在去调函数的地方呢 就变成了创建一个对象 而不是调函数 能列为3 那么你扔的这个 你传递的这个数据这个值呢 你就认为这个值呢 其实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爆发了 但是呢这个 他不会向他走的 他不会向他走 他不会向他走 那么OBG呢 指向了这个 指向了这个迭代器 叫什么器呢 叫做生成器 OBG呢指向了生成器 接下来你负我循环的时候 请问 咱们那会说了 负我循环什么什么印后面 是不是一定的是一个可以迭代的东西 对吧 请问 这个哥们是生成器 它能迭代吗 我那会说过一句话 生成器是一种特殊的迭代器 只要是迭代器 是不是它一定可以迭代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负务循环一定可以 好使 那么当你这个负务循环 在去使的过程当中 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会调用 就你就可以认为 它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执行了 A等于0 B等于1 对吧 再个哥们等于0 那么接下来开始执行了 第一次的时候 CurrentNumber等于0 AllNumber等于10 10小于0 没问题吧 条件满足 接下来执行这句话 这一句话会导致什么呢 让你的看上去的这个代码会停在这 把要的后边的值返回给Number 接下来我把Number的值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之后 请问同学们 我接下来是不是又会跳到Full 训话里面 是不是再去取值 这次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 它并不会从函数的开头开始执行 如果要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执行 请问同学们 我接下来再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得到和上一次的知识的一模一样 那么生成期的一大特点 既说得更直白的讲 通常的讲就是1L都有什么功能 1L的它后边的值是谁 你就相当于把这个值就给Number是谁了 它会把这个函数的知识 你就认为把它的知识暂停 而不是结束 暂停到这 当我接下来 当我接下来 我打印完了之后 我不是再去取值的时候吗 对吧 再去取值的时候 它会怎么着呢 你上次停到哪呢 停到这 那它接下来会怎么着呢 会从上一次停的位置继续向下走 直白的讲 接下来执行这句话 执行这句话 接下来再执行这句话 接下来再执行这句话 请问又遇到了什么 又遇到了1L的 又会怎么着呢 又停了 然后把此次的A值返回过来 返回过来 你此次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又打印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有1L的和没有1L的 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看上去是掉函数 但实际上不是掉函数 看上去应该是你执行的时候 完完全全把整个代码执行完 它并不会执行完 只要执行到了1L的 它结束了 它就暂停了 不是结束 它暂停了 把1L的值拿过来 能够运行吗 最终也就是说 最后的核心点是什么了 我通过复我循环的时候 我第一次 它会从这个地方执行 到这 它把1L的后面的值 给我拿过来 此时 程序就不会从这走了 而是又回到这 从这走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打印 打印完了之后 我是不是又要复我循环啊 我此时 又会从这个地方开始执行 除了第一次是 从头开始执行之外 剩下的所有的 在来调用的时候 都是从上一次卡的位置 接下来继续下走 听懂了吗 从这个地方继续下走 执行载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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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又执行的时候 你们发现 是不是又有个1L的 把1L的值拿过来 然后接下来 又回到这来 开始执行 从这开始执行 大家有没有发现 又执行这个东西 执行完了之后 是不是又进去 是不是又执行这个地方了吗 最终 当它所有的这个 Wile处执行完 就是Wile这个结构 都进行完之后 听懂吗 接下来说 它就没有代码了吧 没有代码 它会怎么着呢 没有代码 也就意味着 你的这个方向 结束了 OK 这就是它 这就是它 好了 那么为了更好地 去理解这个过程 为了更好地 去理解这个过程 来同学 我接下来给大家 说一个东西 说一个东西 那么我先把这个 复合循环了 我先把这个复合循环 我给大家评论起来 那么接下来 咱们去读一下 请问 这个哥们是什么呢 生存器 是吧 谁调用ATER 谁调用NEST 可迭代对象 放到ATER函数里边 它的返回词 是一个迭代器 那么如果你把迭代器 放到这里边 是不是它就可以 直接调用这个迭代器 对象里边 NEST函数 是不是开始走了 那么也就是说 因为你的OBG 是一个生存器 生存器是一种 特殊的迭代器 更直白的讲 ATER和NEST 咱们用哪一个 去里边的值呢 NEST NEST 看着 OBG 然后比方说 Result等于它 我打印出来 好了 看着 执行医院 清个屏幕 Python3 清个屏幕 我先看一下 Python3 然后是08 0 知道吗 为什么会是0 执行到这的时候 咱们刚刚说过 是不是它相当于这个 这个代码 暂停执行 是不是回到这儿来了 那么它会怎么着呢 你要在这返回 指示谁 就是要在后面 这个指示谁 他就当着这个哥们的 这个指示谁 听懂我意思了吗 好了 给大家解释一下 NEST的作用 你不是说 你这个哥们 是一个生存器吗 生存器不是迭代器吗 对吧 对 那么既然是一个迭代器 我就可以通过NEST 来让它走 当你掉入NEST的时候 注意了此时 真正的从这个地方 和它相当走 A等于0 B等于1 它等于0 接下来YO 这个条件蛮多 接下来是不是 L的A A的指示几呢 0 因此把这个0 当作NEST的返回值 打印出来 能立即意思了吧 那么当我 接下来想取 第二个值的时候 我会怎么做呢 负地份 让它们看着 看着 我再走一遍 大家会发现 是不是两个值了吧 那这两个值 它到底是怎么执行的 看着 我给大家演示一个 将来调试的技巧 甭管你将来 接触到什么其他的语言 不管是什么语言 一定可以用了一个东西 来调试代码 怎么知道 打印信息 我先打印一个1 请问他们 再打印一个 在哪呢 在这再打印一个什么呢 往这来 往这说 WW往后跳 然后呢 R T左边这个R 按一下 换成2 自己输就行了 然后呢 我在这 P 再往这点 WW 换成3 然后YY 然后换成4 WW换成4 好 看运行的结果 Python3 我先清一下屏幕 Python3 08 走 然后我的Kite 08 看看 为什么会出来这么个答案呢 麻烦对比啊 把这个理解了 生成器就理解了 看着 我的代码 一共就是这些啊 我用Kite 把代码显出来了 我本来是想定一个函数了 但是我一看这里面有页要的 请问这个哥们就叫什么了呢 生成器了 就像那生成器的模板了 接下来我这个地方 本来是掉函数了 是不是现在变成了创建 一个生成器对象啊 好了 接下来我通过NEST 真正的才开始执行代码 那么他从哪个地方执行代码呢 从真正的这个位置开始执行 10早就传进去了 10早就传进去了 早就有了 接下来 答应1 OK 来1答应了 没问题啊 1答应了 来 等于1 请问现在是不是定义两个变量 继续下来走 再哥们等于0 再哥们等于0 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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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下回现number2 我省了等于0 好了 接下来 条件满足吧 满足 因为这个哥们是10吗 没问题满足 接下来打印2 好了 2出来了 这个2 这个2就有了 接下来 E要的A 注意看 E要的A 干净什么事 那么E要的A 那么我那会说过 是不是会让你的程序 是不是相当于暂停呢 这个哥们暂停 并且暂停的时候呢 会把E要的后面这个值呢 返回 返回哪去呢 谁掉了他 返回谁那去 怎么掉了呢 在这掉了 我刚刚是不是通过Nest 我是不是开启了你的运行了吧 当他遇到了之后 他又会把E要的后面的值 给你放到Nest的这个地方来 接 言完这 E要的后面的值是几 Nest的返回值是几 也就是说 此时这个值是几 接下来打印谁呢 零 那么请问 这个零是不是就出来了吗 打印完了零之后 我接下来 我再提掉Nest 注意看了 这个时候非常不一样 就这不一样 当我再调Nest的时候 他会从哪个地方来的值钱 你看他打的结果 你去猜一下 他从哪值钱 是不是他打印了三 打印了四 打印了二 是不是应该是打印了三 打印了四 打印二 是不是才是这个结果吧 那么也就是说 当你第二次再让你的生存器去运行的时候 他并不会从头开始支枪 而是从上一次停止的位置 接下来继续向上支枪 那么也就是说 这句话刚刚刚已经执行完了 我接下来执行哪个代码 请问是不是要执行打印三了吧 那么因此三就打印了 接下来再去干这个事情 对吧 把A的值变成1 把B的值变成1 没问题了 接下来把这个值加1 这个值变成了1 接下来我再打印4 请问4是不是打印了 4就打印了 4就打印了 4打印完之后 这个条件满足 条件满足接下来干什么 又打印了2 2打印完之后 请问接下来又干什么 是不是又把这个L的词 是不是这个A的值 是不是给他返回了吧 这个A词是几张 1 请问这个地方的结论 是不是就是1了吧 也就是说1出来了 接下来打印1 请问是不是就结束了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有生存器 很简单 只要把函数里边添加上了L 这样的这个哥们 是不是就变成了 生存器 生存器的一大特点是 你想让它执行 请问同学们 咱们是不是通过Nest 让它执行 而不是通过定用函数 它不再是个函数了 好了 这就是我给大家说的这个 好吗 接下来通过之间的讨论一下 给大家三分钟讨论一下